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屈依旧狠狠地批评了他 还预言他没机会活着走出高门 第三 越王无强攻打齐国 被齐国外交官一通忽悠 竟然亡了国 这一讲该谈第三件事了 但在这件事上 司马光其实说错了 越国虽然吃了败仗 但并没有因此亡国 亡国事件发生在二十多年之后 司马光为什么会说错呢 因为这段内容是从史记抄来的 史记首先就错了 史记记载越国历史的内容 主要集中在越王勾建世家 勾建是全篇的主人公 越国的其他君主 基本都是过场人物 名字能被提一下 就算不容易了 勾建死后 司马迁流水帐一样记录了 若干世代的王位继承 终于到了越王无强的时候 越国历史迎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司马光把史记的这段内容 打山大坎说越王无强讨伐其国 齐威王巧用外交手段 派人说服无强 让他相信打其国不如打楚国来得有力 无强啊 真就掉转冰封去打楚国了 不幸惨败 楚国成胜追击 夺取了曾经被越国吞并的 全部无国故土 向东一直打到浙江 越国总子四分五裂 宗室成员各立山头 有称王的 有称军的 盘踞在长江以南的滨海地带 都向楚国臣服 这就是整件事的全部梗概 强盛一时的越国 竟然就这么亡国了 但是 竹书纪念有记载说 在二十多年之后 越王派出了一名叫 公师渝的指挥官 带着大批的军需物资和奢侈品 走水路送到魏国 这些物资包括一艘大型战舰 三百艘小型战舰 箭矢五百万只 还有犀牛角和象牙 以这种规模的军事援助 那时候的越国 一定还是一个强横的存在 不同史料里的各种矛盾 到底该怎样弥合 历代学者没少花心思 杨宽先生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 算是基本给这个问题盖棺论定 结论是 周浅王三十五年 楚国确实把越国打败了 但越国实力尚在 还要等二十多年之后 越国才真正的灭亡在楚国的手里 那么在周浅王三十五年 越国到底为什么要打齐国 后来又为什么和楚国开战了呢 现在的史料 并不能给出非常准确的答案 不过从越国的国际关系史上 我们倒是可以隐约看出一点脉络和轮廓 越国和齐国 一南一北原本风马牛不相及 从文化上说 越国长期被华夏诸侯看不起 把他和吴国楚国一起当作蛮蚁 这倒不算污蔑 因为即便从外貌上看 越国人和华夏人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 越国人断发纹身 经常理发 头发是短的 身上都是刺青 怎么看怎么像是野蛮人 春秋时代 越国和吴国经常发生边境摩擦 后来中原大国晋国为了彻轴南方的楚国和吴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大搞文化输出 帮着吴国迅速滑下滑 最核心的一项文化输出内容就是教会了吴国人车战技术 吴国和越国以前都是蛮族的打法 而且因地制宜 要么步兵作战 要么水战 当吴国学会了车战 虽然很能帮晋国的忙 很让楚国伤脑筋 但也因此具备了北上和中原大国争雄的潜力 等到吴王夫差崛起的时候 身边既有传奇人物吴子旭 又有兵胜孙武 胜仗是越大越多 野心膨胀的就越快了 但没想到的是 夫差一路北上争霸 却没留神早被自己打服了的越王勾剑 在大后方突然发难 勾剑在后继勃发之下 不出手则已 出手就是杀招 竟然灭了吴国 然后我们不难想见 勾剑也开始膨胀了 很想北上争霸 这时候的勾剑不但霸占了吴国的全部家底 继承了吴国的争霸野心 还继承了吴国的外交政策和晋国建交 这是越国外交路线的一大逆转 先前晋楚争雄 晋国大力扶持吴国 借助吴国的力量在楚国背后牵制楚国 而楚国相应的扶持越国来牵制吴国 这就造成吴国和越国的矛盾不断激化 矛盾的总爆发 就是越国吞掉了吴国 这就意味着越国的实力忽然间成倍扩张 还不再受到吴国的制衡 这会让楚国怎么想呢 当然越国和楚国的关系 从此就自然变得微妙起来 越国大概为了不让楚国产生疑心 把淮河以北的大片地盘拱手相赠 楚国虽然心满意足 不会再找越国的麻烦 而对于勾剑来说 当淮北被楚国占有之后 自己再想北上争霸的话 出路全被楚国堵死了 所以呢 迟早还得跟楚国撕破脸 既然需要对付楚国 方案其实是现成的 清华检系年有记载说 越国沿用了吴国的外交政策 和晋国打的火热 这个大政方针一直延续了好几代 直到三家分晋之后 越国依然和分裂之后的三晋保持友好 前面讲过三晋法起 就有越国国君亲自带兵 配合三晋军队 分晋合机 让齐国吃了大亏 越人和晋人联手伐旗 在信言的记载里边有过三次 连晋伐旗 这是越国最核心的争霸方针 勾建当初甚至为了这个目的 把国都北迁 迁到狼牙 狼牙到底在哪 传统上最主流的一件是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当地有一个名胜古迹 叫狼牙台 原先是秦始黄修的 长久以来都被误认为是 齐国长城的入海之地 但这个地方实在过于靠北了 很难想象一个南方诸侯 竟然把国都迁到山东 而且狼牙台 虽然并不真是齐长城的入海处 但向北五十公里 就是齐国长城 勾建如果确实把国都迁到这里 就相当于俗话 灯鼻子上脸当中的灯鼻子 下一步就是上脸了 这一方面过于咄咄逼人 一方面离大本营 山远水远 很不合理 所以有学者认为 狼牙其实是越国的一块飞地 那种说法认为狼牙 不在山东狼牙台 而在江苏连云港 具体地点在景平山九龙口 连云港在狼牙台以南 大约170公里 这就比较合理了 而且当地的考古发现 也给出了很多支持 勾建在今天的连云港定都 北上的意图相当明显 大约九十年后 也就是中安盲二十三年 越国在楚国的压力之下 保不住狼牙 被迫退向南方老家 监督到吴国故都 今天的江苏苏州 退守苏州 意味着越国国力严重下滑 再要北上的话 恐怕就要先问过楚国 答不答应 等到齐国和卫国 苏州相亡这一年里 越国的中原老朋友 魏国和韩国 一道向越国的老对头 齐国服了软 按说越国根本 没可能孤军深入去打齐国 更没道理 在缺乏中原盟友的时候 独自挑衅楚国 记载的越王吴强的 这一连串军事行动 怎么想 怎么靠不住 恐怕更有可能的是 越国谁都没去招惹 直接被楚国收拾了一顿 当然这只是猜测 并没有任何一点可靠的证据 周浅王三十五年的三建大事 并没有到此结束 下一年里还会发生后续事件 我们下一讲 再见